AudioJungle 不错的辨试剧,大概就是陈述、雷嘉义、李光杰、陶慧、张义龙等人主演的《和平饭店》了。 对于一个不怎么看国产剧的人来说,最近陈米鱼这部剧,是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十足的惊喜。 《你是迪战》、《主人公诗篇》等微困故事,都主要集中在《和平饭店》这一个场景内展开。 各种心理战,连战的腿里层层低近,看着略过瘾。 更重要的是谭词虽然偶尔几句有穿越感,但总体节奏都不错,该幽默的时候能笑出声,该烧脑的地方也不含糊。 更令我惊喜的是,从这部电视剧里,看到了很多类似戏剧表演的调度,众人物塑造的手法,以及主演们是不是蹦珠莎士比亚等熟悉的戏剧化处理,给我追剧增添了不少乐趣。 不知道爱舞台表演的你是否能看透《和平饭店》里,下面这些对戏剧艺术形式的挪用。 三一律,戏剧护文相对单一的场景,极致压缩的时间,即便是人物内心的思考与盘算,也直接通过对话展现给观众。 这是在电视剧里不常见的,所以《和平饭店》里这种处理,让不少观众感觉到一种来自于戏剧的护文。 全剧主要人物及矛盾推进的场所,都在这一个《和平饭店》里,十天为时间范围。 从两位主角进门开始,其他所有人物都在这一个密闭空间里,奇数登场并发生动作是时尚。 从前,严格遵从三一律的戏剧,早已打破了这一城市。 随着多媒体的加入和调度手法的愈加创新,喜剧的时空甚至被妥宽至镜头语言的时空宽度,而密闭空间作为一种形式有效的迅速催化矛盾的戏剧手法,也早已被广泛使用。 例如,《罗曼波兰斯基》的大部分电影作品,都呈现出主人公更处仪式沉腔舌剑的场景。 在例如我们熟知的电影风声,也是如此。 那么当我们在谈及和平饭店的密闭空间,何以引发如此讨论? 大概是因为嫌有人有胆量和底气用电视剧的形式,挑战当今被视觉景观观换坏眼睛的观众。 在和平饭店,划分表演去群细节住了舞台调度,我们从两位主角陈佳颖,与王大顶初进入和平饭店后开始,可以把整个饭店大厅看作为一个话剧舞台。 距离所有故事的推荐都集中在这栋楼里,比如房间、走廊甚至电梯、天台、地下室,以及每次表现群细的最重要的场景。 餐厅在和平饭店这整个舞台上,导演用房间和就餐的作席做区隔,跨分出了不同的表演区。 交叉蒙太齐成了舞台上那树更替表演区的灯光,每个角色的表演区又相互勾连。 要正在表演的每一组演员都时刻会面临来自表演区外的角色迁入和撕探,也就是说当镜头聚交到某一组演员身上时,其他角色的在场性却依旧强,观众能感受到他们依旧在行动,只不过是打在他们身上的光熄灭了而已。 而导演对全系的老的把控,借助的正是戏剧舞台常用的调度手段。 一句最开始主演王,陈二人与斗静照本人的表演调度为例,以陈王二人为舞台前去视觉焦点。 十元探长一行自由后舞台上场与陈王错身次左后舞台上场的斗士肖一行在舞台中央相遇交谈,恰处于陈王二人后绑,而陈王二人并未面向是源与斗士肖, 反而面向观众镜头做偷听的姿态,如此在一个固定镜头内利用舞台去调度手段,与镜头景神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画面造型,类似于这样的粒子扶手揭示。 以往利用镜头的推拉摇移与蒙太奇来涉猎更多信息的影视手段,在此被戏剧常用力演员调度取代,固定的取景况,仿若成为景况式舞台的边界。 主创的戏剧情节最直接的表现,是在雷加音这个角色的设定上,经常冒出莎士比亚的台词,学习戏美术出身的土匪王大鼎雷加音是,不仅精通舞台灯光不景,对莎士比亚话剧台词也了如指掌,这个设定显现出了主创对戏剧的又一次致敬。 此外众所周知,土匪形式多使用黑化,而莎士比亚则是王大鼎的专属黑化。 两张莎士比亚台词暗示同志赛科大混,几次化险为夷,这却是体现出了编剧的领类幽默和戏剧素养。 而在人物心理世界的塑造上,也能看出点端倪、现代剧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强调人物的心理世界。 这种心灵之声,往往通过独白体现,和平饭店也经常出现这种植树兄弟的台词。 但是在影视作品中,出现大量独白实在奇怪,因此除了作家姚红与德国人外,前者靠影视舒怀,后者动不动就掏出一个相框,对话中人自语。 其他的倒都是二人一组出现,以密谋对话的方式呈现角色的心理。 这一手法在影视剧中稍显出露气令人疲乏,但是也是最直接展现大量信息的方式。 作家姚红牺牲的正目,也直接用了独白的方式,倾诉所有前夜和平饭店的出现。 让我们分外清晰的发掘了电视行业发生的这一可喜变化,它不用与电视剧原定俗成的知识,在戏剧和电影的边缘流走,并悄然先站着他们,用一个任性幽默的姿态, 展现了电视剧可以拥有的另一个形态,而从目前的收视结果看来,这种剑走偏锋令皮细径的尝试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极大取决于扎实的剧本和演技精湛的演员。 选一设置是该剧编剧逐利的关键,如同阿加沙安克里斯蒂的选一剧,凶杀案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解密过程则是最令人心持神网的部分。 和平饭店目前剧情围绕着中共卧底和政治现金两个主要矛盾反复拉锯,所有的主客独享出去,但这两个矛盾,却将它们困在原地,环环相扣地推理,让每一个秘密都陷入更大的秘密。 戏剧的交流从未弱化法,越加紧张,更难得的是,和平饭店加入了王大顶、刘金花的接地气的角色,是他所展现的历史的想象,带有了轻松活泼的调侃气质。 再次上线的刘金花一角,未来剧分色不少,而在和平饭店里,难得做到了配权无鸡类。 翻上场的人必有用处,这也使得所有的群戏,都是可充满着气质张力。 也正是这种气质成就了和平饭店,对历史的玩味思考,不高高在上说教,一小间大帝将各国势力的博弈化为了饭店里几组人的对质,切入了直面历史的残酷,却也延伸了历史的触手。 虽然也有一些细节的注入,被网友诟病抗阅神剧的一个bug,但它毕竟不是一个惯常思路的历史剧,更像是一篇比韩西风的传奇。 它的独特不仅在于对戏剧艺术形式的挪用,更多的是对历史的结构,对大的历史环境的尊重,和对小的历史事件的重新书写。